接下来关心网络 据美国网络安全公司调查发现 中共骇客从上海浦东发动攻击 并锁定其中一组IP地址是来自香港科技大学 消息传出后 香港各界震惊 有议员要求警方彻查事件 也有专家担忧中共赤化香港日趋严重 就香港科技大学卷入中共骇客风波 科大发言人星期四表示 极度关注大学网络怀疑被骇客攻击及利用 已与警方联络并展开调查 从事资讯科技界的立法会议员 单仲凯呼吁彻查事件 担心香港给人利用来做骇客中心 他又说骇客在香港属于严重罪行 中国问题专家蔡永梅直言表示震惊 批评中共赤化香港校园 现在共产党的深厚真是很厉害的 我当然觉得校方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斯坦坡牌族里面 某些过敌人就是他们在帮中共做事 他们可能认为在香港 香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嘛 所以比较担大嘛 如果在美国可能做的话 那这就很严重 新唐人记者余明梁真在香港报导